美国总统拜登5月23日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兰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13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 据美国政府介绍,印太经济框架将帮助美国和亚洲经济体在供应链、数字贸易、清洁能源、工人保护和反腐败努力等问题上更紧密的合作 框架的四大支柱虽然早已公布,但细节仍需在成员国之间进行谈判 因此,很难说该协议将如何履行拜登帮助美国工人和企业的承诺 同时也更好地满足全球需求 5月22日,美国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签署紧急行政令 宣布该市因婴儿配方奶粉供应短缺而进入紧急状态 该行政令援引纽约地方法规 要求纽约市的婴儿配方奶粉销售价格保持稳定 并授权该市消费者保护部门防止市场出现炒高奶粉价格的欺诈行为 5月23日,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的母公司Meta首席执行官 马克·扎克伯格被美国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辛起诉 拉辛指控扎克伯格直接参与了导致与建桥分析公司相关的数据泄露决策 他表示,有证据表明,脸书未能保护其用户的隐私和数据 而扎克伯格亲自参与其中,从而直接导致了相关数据泄露事件 建桥分析公司此前被曝光以不正当方式从脸书获取上千万用户数据 并利用数据分析结果精准推送广告,影响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结果 美国星巴克公司5月23日宣布将退出俄罗斯市场 星巴克当天在给员工们的备忘录中表示 决定关闭其在俄罗斯的130家门店 其品牌在俄罗斯市场上也将不再保留 不过星巴克表示,将向其近2000名俄罗斯员工支付6个月的工资 并帮助他们过渡到新工作岗位 据呈现记事报报道,利率飙升和供应短缺 继续推动4月份南加各县房价创下新纪录 而月供也水涨船高 中等价位房屋月供创有史以来最大涨幅 DQ News数据显示,南加4月房屋中值为76万美元 假设购买中位价房屋,首付款为20% 则月供为3010美元 12个月内增长了37%,创有史以来最大的涨幅 这个数据还不包括财产税、协会会费或保险 近日,多国报告人感染猴豆病毒的确诊或疑似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21日发布猴豆疫情爆发预警称 5月13日以来,12个此前未流行猴豆病毒的国家 已报告了92例确诊病例和28例疑似病例 目前没有死亡病例 证据表明,感染风险最高的是在猴豆患者出现症状后 与他们有过密切身体接触的人群 英国卫生官员22日表示 英国已出现猴豆病毒社区感染群 许多病例与前往西非旅行者无关 建议猴豆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21天自我隔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